今天光哥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相信所有的中华儿女 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会非常的高兴 因为有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就是那个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的 正黄奇的老太太被刑事拘留了 大家好我是达摩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今天新鲜出炉的光哥编绘史 错错错又错了 光哥讲历史 光哥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非常郑重的 非常庄严的 非常激昂的宣布 这个正黄奇的这个北京大妈 被刑事拘留了 咱先不说这个光哥懂不懂历史 首先他是一法盲 为什么呢 明明白白写着人家这个北京大妈呀 是被处以刑政拘留 不是刑事拘留 虽然二者都是拘留啊 但是怎么样 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个行政拘留啊 他实际上是涉嫌一个这个行政处罚的问题 适用于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并没有这个触犯刑法 而这个刑事拘留就不同了 他是肯定是这个当事人 或者说犯罪嫌疑人 要涉嫌一些刑事责任和刑事案件的前提下 哎这个公安机关才会对他采取刑事拘留的这样一个处罚或者说是措施 最后的最后呢 我还是要用光哥编绘史啊 错在这个这个光哥讲历史 这个刚才这段视频里面呢 这个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话来作为结尾 我要用光哥的话 哎 来提醒那些以光哥为首的啊 那些个哎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啊 那些个故意搞民族分裂民族对立的人啊 那些个故意搅浑水的人啊 那些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啊 希望他们能够引以为戒 否则哎 我们国家的法律那可不是吃素的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的在网上挑拨李箭 搬弄是非 企图分化我们中国人 郑黄其道老太太 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